一触即发,中美是否真的会发生军事冲突?美国著名的中国通傅高义就给出了答案,引人深思。 在2020年美国大选接近尾声之际,《环球时报》近日邀请到美国著名中国通哈佛大学荣修教授傅高义老先生,在这中美关系极为火热的时期,谈一谈自己对中美目前和未来发展的看法,记录于7月20日发表。 对于中美关系一触即发的军事冲突是否真的会发生?这位老人给出了参考意见和建议,值得我们深入思考。 当前,我国南部海域局势紧张程度持续增加,军舰一度隔海相望。 面对这种状况,对于美国方面如此激进做法,傅高义老先生认为,中美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,一战就是最好的例子。 始于一件小事,波及范围广,速度快,且参与国并没有计划性。 以今天的局面而言,一旦南部海域发生任何摩擦,军备对峙很快就会升级为正面冲突。 如果无法控制,两个世界大国发生交战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。 战争中没有赢家,每个国家都将陷入困境,这对世界发展而言将会是一次摧毁。 傅老指出,为了避免这样的重大危险,我们双方都应当避免军事冲突。 而做到这一点,需要中美之间更多地互相了解、合作、找到竞争而不打架的共存方式,将之作为中美共同的历史使命。 傅老认为,美国独大的单级时代正在结束,美国正在失去领导全球事务的巨大影响力。 同时,也警示着美国需要和中国及其他国家合作,共同建立国际新秩序。 这个秩序中的世界不会被分为敌对的几部分,而应该在同一个整体架构中团结、共赢。 尽管美国目前存在着诸多问题,但傅老相信,美国仍有着改革和改善的能力。 因此他认为,美国不会因目前的问题彻底垮掉,而是经历了一段复杂混乱的时期之后慢慢恢复,或许不再有巨大的影响力。 但会慢慢变好。 傅老的这番答案,或许不仅不能说服中国民众,甚至不能代表大多数美国人的观念,但其中可取之处颇多。 比如,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了解与合作,从而导致如今的局面。 当然,也不能排除美国方面采取的各项略显混乱的对中政策。 但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,一旦擦枪走火引发两大国之间的战争,对世界任何一国,当前任何一支势力都是毫无益处的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าม 欢迎订阂苹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